现在是晚上11点 安娜已经开始宫缩了 现在是早上8点钟 我们出发去医院 办完住院后的一系列检查都很顺利 直到内检的时候 这一刻我害怕了 宫缩时间已经持续20个小时了 才开了一支 但医生说 长时间的规律性宫缩 已经可以打无痛了 现在是15号的凌晨5点 医生说安娜开指太慢了 从一指开到两指 居然用了10个小时 而且又检查出了新状况 保持这个姿势 宝宝有可能自己转过来 转不过来的话就只能跑了 同时医生建议打一阵安定 加速开工口 让30多个小时没有好好休息的安娜 恢复下体力 终于睡着了 但是睡得不是很踏实 看着安娜这么难受 我赶紧喊了医生过来 没想到才15分钟就已经开到食指了 用就行 闭着嘴巴用力 你用力你就会说 闭上嘴 闭上嘴巴 闭上嘴巴 用力 对对就这个感觉 不爬不爬 现在来 屁股靠的劲儿 你轻轻的走过那 在风雨花叢叢 每一点一滴在走 是我醒来的梦 是在那天空上 最美丽的眼睹